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羅傑的一句話 我們來早了 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開始我的分析 在最新的幾話 羅傑孩子團來到了最終之島 他們在終點笑了 但好像沒有達到一個目標 也就是解開空白了100年 而到了最新的劇場版 韋田老師又埋下了一個伏筆 那就是羅傑說 我們來的太早了 也就是說 羅傑當時去到最終之島 並沒有達成他的目標 而這句來早了 可能是在指哪些東西呢 我認為有很多方向 像是某個東西還沒出現 之後可能會出現 而目前看下來 最有可能就是在指海王 當時羅傑就問了 詹卜斯雪莉的預言 說出了海王何時會出生 預言得知 人魚公主將會在10年後 也就是羅傑孩子團 達到最終之島的時候 海王並沒有出現 這是目前最有可能呼應羅傑說的 我們來的太早了 但如果只有這樣的話 就不太像我的分析了 我們再深度一點 在之前有提到過 海賊王的一種結局 那就是曹茂孩子團 會操縱冥王這個戰艦 一炮毀掉紅土大陸 讓四海歸一 很明顯的當時羅傑孩子團 並沒有得到 我在之前分析過 羅傑孩子團 為什麼沒有得到冥王 大家可以去看看 也就是或許 並不是指海王一個古代兵器 可能還有加入冥王 再深度一點 或許最終最終 也需要用到天王的能力 而天王為什麼遲遲沒有出現 我認為天王高機率 被伊姆大人掌控了 更扯一點 伊姆大人可能本人就是天王 而我之前提出過 他高機率有沉睡過一段時間 也就是羅傑孩子團 當時海王 冥王 天王 都沒有得到 所以他才沒有辦法解開空白的一百年 而要幫他解開的人 就是草帽孩子團 下一支影片會深度分析天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